排点走红毯不幸出丑的女明星,第三位加衰太明显,最后一位最尴尬。 对女明星来说,红毯是舞台,也是战场。 在女明星们展现美丽风采时,为了让体态好看点,总会踩住超高高跟鞋,再加上难以照顾的礼服,红毯也暗藏了许多危机。 以下,就来带大家看看女明星们美丽反背美丽舞的红毯出球集合。 面侠在走红毯时不慎被杜海涛踩到裙子差点滑倒。 2012年4月23日,北京,第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。 沐小琦穿着相当完美的礼服走红毯,结果险些被裙摆半倒。 韩国女艺人Nancy Lam在走红毯的时候,一个不小心就摔倒在红毯毯上。 但肩上背着假猫的她跌得实在太刻意,许多人都恨酸她为了吸引大家的目光不择手段。 图湖北往台。 参加偶像来了中的一期节目,宁静出场却不小心摔倒。 还好身后有何勇与朱音及时搀扶。 李多海,在一次走红毯时,身穿一件高插裙显得十分漂亮,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裙子下方露出了一抹白色,让她十分尴尬。 尼维斯在克罗地亚参加一场音乐节时,在走红毯摔了个节节时时,一失一态尽失。 撇除以上不慎失足跌倒或曝光,这种刻意走光或满面的女星又另当别论了。 原来走红毯那么危险。快分享出去,一起向辛苦的女明星们致敬吧。